巅峰时期 斩获多项奖项 成为三金影后 曾经更是在某节目中霸气之眼 我现在只出演女一号 而爆红之后的马苏想必是飘了 仅凭一己之力 毁掉了自己所有的辉煌成就 被网友调侃是娱乐圈老板 马苏究竟做了什么 为何网友们一直说 就连马荣在他面前都甘拜下风 马苏形象败坏之初 马苏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从小就学习跳舞 非常刻苦 当时他自己立下的目标 就是进入文工团进行表演 也不枉自己学习舞蹈这么多年 然而事与愿违 他错失了机会 可是自己这么努力的学习舞蹈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 自己必须要走表演这条路 于是决定去娱乐圈发展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要去大城市 所以动身去往北京 而当时马苏形象很好 且舞蹈底子非常的扎实 刚到北京就被一家娱乐公司看出来 开始参演一些配角 可是已经来到了北京 当然是要学习的 直接工作 自己只会舞蹈 这样子是不会长久的 那么就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他在工作的同时考上了电影学院 可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他的重心放在了工作 学业自然就荒废了 有好几次考试都没有过关 当时内心是有点儿颓废 而这时自己的朋友白师是来找自己 他和白师是自然而然的 从朋友关系变成了闺蜜关系更加亲近 而当时马苏是单身 但是白师是有男朋友 并且男朋友家境还是很不错的 人都会有极度心 自己辛辛苦苦来到北京 如今在娱乐圈没有混出名堂 自己的学业也没有好好把握 而朋友白师是却有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 这让自己怎么平衡 所以他开始有了别的想法 他想要把自己闺蜜的男朋友抢过来 站为己有 人一旦有了不好的想法 那么这个人就走向错路 有一次范金涛生病 马苏意外得志 瞒着自己的闺蜜 他跑去关心范金涛并且送药 而范金涛居然没有拒绝马苏 在得知马苏的心意后 他居然出轨自己的女朋友 白师师和马苏搞到了一起 当时二人开始地下恋情 可是地下恋情得到的好处 怎么比得上明面上的正牌女友呢 马苏当然是不知满足的 在他的友谊创造条件下 最终让白师师发现了二人的关系 闺蜜与男友的双重背叛 让他心灰意了 和马苏绝交 也和男友分手 可想而知 当时他受到了伤害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马苏的不知好歹 白师师是身为朋友好心关心他 他却觊觎上了自己闺蜜的男朋友 这简直令人不耻 和多位男星进行交往 可是这世界似乎总是坏人 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好人因为善良而悲苦一生 马苏最终还是得到了 范金涛二人开始幸福生活 让马苏是不知满足的 后来范金涛家庭扩产 不再是曾经家财万贯的豪门公子 马苏便盯上了别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就是贾乃亮 在《大唐歌飞》这部电视剧中 马苏和贾乃亮都在这个剧组 当时马苏和范金涛还没有分手 二人依然是情侣关系 女性在有伴侣的情况下 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和其他异性保持距离 不过多接触 这是对自己感情的忠诚 然而马苏没有做到这点 他本身就浪荡 在遇到比自己男朋友更加优秀的男性时 他就完全把持不住自己 开始像狂风浪蝶一样扑向他人 这在已经有男朋友的情况下 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 是不忠真的 在古代是要被禁猪笼的 可是这样的事情 现在娱乐圈进竟然已经司空见惯 可见现在的社会对感情的要求极低 可是这只是对个别人而言 有些人是崇尚忠贞的爱情 就像候鸟一样 一方死去 另一方绝不独活 自杀 追寻对方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有些极端 但是浪漫至死不渝 不久之后 就传出了他和贾乃亮同居的消息 然而依照马苏的本性 果然他和贾乃亮恋爱也没有维持多久 变惨遭分手 可是他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又把目标转向了孔令辉 而这次 马苏没有再向前两次 那样朝三暮四 和别人相处不久 就又对其他男人有了意思 他这次一心一意对待孔令辉 和孔令辉在一起之后 更是相夫教子 做一个贤妻良母 没有再和其他男性 传出什么不好的绯闻 影响二人之间的感情 当时看他的架势 似乎是准备好好的对待这段恋爱 和孔令辉好好地在一起 而当时也正是由于他的态度转变 二人确实过了一段 非常甜蜜幸福的生活 尽管在这个时候 马苏的形象已经非常的不好 他在大家眼里 已经变成了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但是孔令辉并没有嫌弃他 甚至对他生活上很照顾 很细心 二人在一起也经常给予对方小浪漫 小惊喜 过着幸福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 二人相恋十一年 最终却没有修成正果 依然是分手了 可能这也给予了马苏一些打击 觉得无论自己怎样做 都无法得到好的结局 也正因此 他又开始恢复了以前的面貌 一一年的感情 一朝灰飞一灭 他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似乎对感情极其淡漠一样 没有对他影响分好 他又转身投入了魏大勋的怀抱 魏大勋是当时的流量小生 非常年轻 而马苏确实昏速不济 大叔小奶狗他统统可以驾驭 他的本事也相当令人佩服 马苏情商之高 但是虽说马苏这个人 确实是水性洋花 对很多男人都寄予 并且在已经有男朋友的情况下 甚至会追求别的男生 然后一脚踢开自己的现男影 但是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 马苏的情商非常高 他即使和一个人分手了 也可以维持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 并且还能和他谈笑丰盛 这就是他的本事 在和贾乃亮分手之后 在剧组遇到贾乃亮时 二人依旧可以聊天 开心的说话 甚至打闹 没有丝毫因为之前分手而尴尬的情况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甚至贾乃亮后来和妻子李小璐结婚 而马苏身为贾乃亮的前女友 本来应该受到李小璐的敌视 二人怎么说也是曾经的情敌关系 然而二人的关系却非常的好 丝毫没有因为贾乃亮而影响女生之间的友谊 马苏和李小璐二人经常约着一起逛街 一起吃饭 一起喝下午茶等等 还曾经一起参加综艺节目进行甜蜜互动 感觉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不是作假 那甜蜜的眼神 一看就是非常亲近的闺蜜 然而李小璐的名声变臭 又何尝没有马苏在中间所做的事情 后来李小璐曾爆出出轨PG1的丑闻 并且当时他已经有女儿 女儿的归属权给谁 这在当时都议论纷纷 贾乃亮惨遭备律究竟是谁所为 其实当时李小璐出轨的对象就是马苏介绍的 这也是马苏老宝称号的由来 所以说交朋友也要谨慎 你交到了以身作则的好朋友 他会阻止你做一些人生中的措施 有些措施你来得及感症 可有些措施一旦做下 这他就是你一生的污点 无法挽回 而马苏大概就是那个交到的不好的朋友吧 他带李小璐走了错路 李小璐一生的污点就是在马苏的影响下得来的 虽然有一句话是说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但是也有可能是李小璐自己本身就不是什么非常忠诚的人 一个人如果你本身内力就不是那么好 那么再经过别人的一引导 你就做出了错事 因为一旦有了错误的想法之后 只需要一个导火索便会被激发出来 这也怪不得别人 而马苏和李小璐的情况我们不知道 但是马苏的这种行为是极其令人不耻的 将会受到大家的责骂 这也是他这么多年以来 形象一直下跌的原因 总结 有人说一个人经历过苦难才会变坏 可是马苏的童年其实并不艰苦 这一切都是他的极度心作祟 他由于极度自己好朋友白师是拥有很有钱的男朋友 而把对方拥有的东西抢来占为己有 从中得到好处之后 竟然越来越放肆 和多名男星传出绯闻 暧昧不断 最终从道德最高者变成了道德最低者 这之间的落差是他咎由自取 同时我们交朋友也要谨慎 与品行不良之人来往对自己影响很不好 演员应该做的事是提高自己的演技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而不是在娱乐圈 乱搞男女关系 败坏风气